很少能有一位博主通过自己的视频将中华古典文化传承发扬看来 有一个人他就做到了 他就是古风美式博主李子柒 看他的生活就仿佛在看一位古人的生活 那种穿越感与代入感是其他人无法轻易做到的 李子柒很努力这点无可厚非 毕竟了解过他的朋友都知道 有时候为了一个镜头 他甚至要重复拍摄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而这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据说为了拍好南州拉面的视频 还专门托朋友去找了做拉面的师傅学习 以至于很多人每次看到他的视频时 都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一年四季春种一粒素 休收万科子 但最让人佩服的是 别人做菜都是从有酱油开始 而李子柒却是从酱油的原材料黄豆开始种起 所以比起网红或许称他为酱人更合适 而随着李子柒的走红 谩骂与质疑也随之而来 有人觉得这么庞大的工作量 李子柒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甚至质疑他只是在摆拍而已 所以说很多人呢 一直在议论李子柒背后肯定有什么制作团队 就算是李子柒有什么制作团队 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时候 已经很不容易了呀 李子柒本身也是有一定实力的 可以让人去追捧 再说了李子柒有没有摆拍 大众也是有目共睹的 从他粗糙的双手和熟练的干活动作就可以看出 面对记者的采访和众人一起爬上山顶 从熟悉每一条山路能够准确叫出每一种蜘蛛 就知道李子柒是一个活生生的农村人了 采访当晚拍摄星空时面对记者询问 平时的空镜头你也要亲自拍摄吗 此外疑问很明显 醉翁之意不再久 李子柒沉默了一会儿坚定的回答道 当然是自己拍自己更清楚想要的感觉 李子柒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原因和抓住了时机以外 也因为他幸运的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那就是李子柒背后的男人刘同明 李子柒的视频吸引了很多人 其中便有刘同明 刘同明看到了李子柒的视频后呢 非常喜欢经常就是这一次让他们达成了合作 也因为和刘同明的合作 李子柒获得了一大波微博的流量扶持 这使得他从一个粉丝还不到一万的小网红 一跃成为了颇有名气的视频博主 而随着李子柒的走红 很多广告商看到了他的商业价值 想要帮他打广告 广告费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不得 然而这些广告无一例外都被刘同明给拒绝了 因为在他看来 李子柒的品牌价值远高于一切的眼前利益 很显然 刘同明的想法是正确的 因为没有各种广告商的打扰 李子柒完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视频创作上 让自己的视频更加优质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让人惊喜的是 除了国内以外 李子柒在海外还拥有了上千万的粉丝 还在油管上的关注度和播放量 甚至超越了C&A里 在李子柒的进入下 每种植物的真实细微之处 以及农村的美好都被完全展现出来了 就像央视评价的那样 没有保持出缺 就要做到极致 年纪轻轻 作用上亿资产 存出不穷的奖项和赞美 但在这些成就与光环之下 李子柒依然会花一两年的时间 去做一个视频 一点一点的磨 李子柒始终不忘初心 努力追寻着自己新出的时光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